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好A的頻道 今天這條視頻是好A在大陸 成為湖南女婿所準備的兩岸婚姻的 算是第二期吧 今天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講述 我在2022年的12月24號平安夜 在北京市環球影城 跟小夥伴告白 應該不算告白啦 就是算求婚 在這一個非常有餘義的一個夜晚 美麗的聖誕樹邊上 我算是鼓起了勇氣 向小夥伴進行一個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記錄吧 截至目前的視頻的錄製 我仍然需要北京天津 還有河北 這個周圍的婚紗攝影的資源 那我更傾向於是私人的工作室 我希望你有婚紗 那我希望你可以幫我們拍照片 工作室的那種類型 因為我個人是不太喜歡那種 流水線的這種操作的這種的 同時呢 我也希望你可以算給我們便宜一點 哼 我可以就是在拍攝婚紗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給你打個廣告嘛 對 希望 不小心看到我這期視頻的朋友 你可以聯繫 找我一下這樣子 好 那講述一下好A跟小夥伴之間的婚姻 我們兩個人是在2013年的8月份 在法國南特礦業學院的暑期學院 就是Summer School學法語 這一個月當中認識的 在2014年的2月份我就回台灣了 當兵當了一年 在2015年的4月份吧 就來大陸這邊工作了 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時間 應該是在2015年的12月初 小夥伴的生日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小夥伴說 你就跟我在一起嘛 好啦 好嘛 等等的這種 還有類似一些畫大餅啊 說 就是說 我賺了錢 然後我們兩個人 可以不用擔心距離的問題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這種畫大餅的形式去 去追求他 起初他也是還蠻猶豫的 那我就使出那種死殘爛打的那種精神 我就一直纏著他 有點像是壞掉的收音機 一直卡屏一樣 就是一直在講好辣 答應我嘛 這種講個十次二十次的這種形式 他在我的這種強烈的猛攻之下呢 開始進行我們兩個人生當中的 愛情的長跑這樣子 一直跑一直跑 中間呢 磕磕磕磕 有很多事情很多故事呢 可能不方便在自媒體的頻道上面 跟大家講 我是在2022年的2月份 那時候北京這段時間也是疫情期間嘛 在2022年的農曆年的期間 我沒有回台灣 小夥伴他也沒有回湖南過新年 那一年的新年呢 是我跟他一起在北京這邊度過的 我們在那個晚飯 團圓飯的時候呢 就許下一個願望 希望我們兩個人可以在2022年的時候結婚 其實郝威是一個這幾年經濟狀況一直不是很好的一個人 阻擋我跨出這一步 最主要還是在於 因為我覺得我的思想上面比較固化一點 我覺得男生要有一定的經濟條件 這樣子我比較不會有壓力 這時候可能很多人在罵我 可能很多人在彈幕上面罵我說什麼啊 可能當務的女孩子還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這個心結一直很難去解開 就到2022年的12月24號 決定向他求婚在環球影城 以下的視頻呢 就是我在環球影城已經對他使出一頓猛攻 之後呢他稍微有點 他被我的猛攻的情況之下 顯得有點懵的狀態之下呢 進行一個錄製的 其實郝威認為他等這一刻 也許他已經等了很久了 那我們就把這條視頻看下去吧 哇好多聖誕樹啊 亮亮的樹 環球影城輝煌劇院 好大喔 對 今天2022年的12月24號 然後我們這樣子比較好一點 剛剛送了聖誕節禮物啊 就是這個聖誕節禮物 被我強行戴上了 然後 就我也不太會講話 也沒有太多的勇氣 但是我想說這個 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真的很辛苦 然後我想 然後我想 就是 就是我們永遠記得我們兩個人的感情 為了愛情走下去 然後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解決 你現在也 為了我這這麼多年 等我等那麼久 請一下 眼淚擦一擦我們去玩那個 去蓋一張 就回去了 好嗎 我還想講就是那個 你今年 你生日那天然後我 因為那時候我們XXX 然後那時候在 就是在外面 然後閒逛的時候 就是很難過 邊拍視頻邊哭 一直 只是那個視頻一直沒有剪出來 就覺得我們 我一開始是會害怕 但是後來我想就是 就是我想 我就是我們兩個人 就一直 互相幫忙 一直 生命中有你 然後你生命中有我 我們一直走下去 人家的 求婚比較 感人一點 我的這個就是 聖誕節 平安夜 寓意也還不錯 對不對 應該也是可以 記住這天這樣子 親一下走啦 親我 走 歡迎我們兩個發言不開心的事情 那我就永遠都討厭過聖誕節了 應該還好啦 應該不會吧 今天至少 今天至少玩一下我們兩個例外 沒有吵 沒有吵 對不對 就是我們以前去那麼多地方玩都沒吵 都吵 迪士尼好像 迪士尼好像也還好 迪士尼好像沒有 很多地方都有吵 痕跡嘛 這次就沒有嘛 這個意思 我覺得是這樣有時候就是面對兩個人之間感情就覺得 就想的非常沉重 但是其實我其實放開一點就是每天平平安然後心幸福 兩個人在一起這樣子 覺得啦 走走走 你到底要問我 那你就先戴上 對啊 那肯定要先戴上 假裝這個是 聖誕節禮物啊 好啦 然後 我這幾天再問一下 再安排一下我們去 南方跨年 好不好 而且還是自己站起來了 說好啦 知道啦 該嘛 對對對 對對對 哦 我 他沒有給我說話的空間 那行 再給你 再說一次 再說話 什麼呀 你現在都過了好不好 我再給你 我再給你一次 然後你再說話 什麼呀 走吧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旁邊這邊是一個垃圾頭 然後我剛剛在這個 路邊 拍視頻 然後 給強行戴了一個戒指 然後還是在晚上有陽光 有亮光 有燈光的地方 但是沒什麼人的地方 就是這個椅子 像旁邊是垃圾頭 還多好 好 謝謝大家把這條視頻莫名其妙的就看到這邊來 這條視頻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紀錄吧 人生當中 未來 我們兩個人在2024的2月份在湖南這邊舉行的那一場婚禮當中呢 我大概率會把這條視頻給一樣的輸出出來 只是聲音的部分的話會還原小夥伴他的小熊貓也許會把那個麻給打 給去掉這樣子 比較真實的跟我們的親朋好友們去訴說 其實我一直有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當中的一個抉擇 對於愛情或婚姻上面來說 究竟是你想要讓她成為你的女朋友 向她告白的時候 你會緊張一點呢 還是你們兩個已經長跑一段時間了 你想要向她求婚的時候 是求婚緊張一點 還是告白的時候緊張一點呢 這個在我心中已經有了一個答案了 在視頻的最後我想跟大家講 希望大家還是可以提供給我們更多的關於結婚上面的一些資源 就是拍婚紗照啊 或者是說你特別會主持人 或者是說你是好A的粉絲也想要到現場來打賞我 來現場支持我 湖南的婚禮的現場 然後跟好A進行一個博主跟粉絲之間的見面 然後你想當面祝福我給個紅包 這種的大家也都可以加我微信這樣子 好 那未來好A還會再跟大家去分享 未來好A還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在2023年的農曆年 我去了湖南去進行一個提親 這樣子一個動作 我大概準備了什麼東西 以及我當時的心情狀態是什麼樣子 在跟大家進行第三期的分享 今天就跟大家說這麼多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的祝福 祝大家都好 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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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